入伍對於每一位官兵而言是轉變成軍人的重要階段 也都是生命中不可取代的一段回憶 Deep and irreplaceable memories in life 說到入伍,In list,每一位士兵入伍都必須到海軍新兵訓練中心 學習各項基本技能,通過考驗後才能成為一位合格的水兵 To become a qualified sailor 沒錯,而其中最重要的科目不外乎損害管制和水上求生等兩下 請問教官,損害管制的英文要怎麼說啊? 好的,損害管制,Damage Control Damage就是損傷損害的意思,而Control就是管制控制 另外呢,水上求生是Sea Survival 哦,原來如此啊 那教官,請問一下我們海軍常說的毛鍊精神同舟共技,又該怎麼說啊? 嗯,先來收看能戰全明星世界節目後揭曉答案,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喔 今天來到的是高雄海軍左營基地 這裡除了有新訓中心,可以讓海軍新人了解艦艇生活和技能之外 還有停泊在一旁的各型軍艦 希望特派員有機會可以帶我們上軍艦去窺蜜一番 但既然來到新訓中心 我們就先去拜訪指揮官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常倩 大家好,我是儀佩 我們今天來到我們的高雄左營 對 海軍新訓中心 讓我們歡迎我們新訓中心的指揮官 宋指揮官 所以我們來到海軍的新訓中心 一定有什麼特別的課程 是不是可以介紹給大家一下 我們海軍新兵訓練中心呢 是培養我們海軍基層戰力的搖籃 我們主要是用五個五大的一個訓練出手 第一個是 接著是射擊訓練 就是我們國軍的官兵 人人都要會射擊 再來是游泳 游泳當然是我們海軍的強項 強項跟主軸 接著是我們海軍基本的戰鬥技能 像是救生衣 防毒面具 還有船上用的生理電話 以及急救相關的訓練 接著還有一個什麼 水上自救 那一招我超想學 水上自救 對 這個是在游泳訓練的課程 其實我們的游泳課程 不能單純地說是游泳 我們的課程應該叫做 海上求生訓練 聽起來專業 對啊 除了要會達到50公尺游泳的 要求之外 同時我們會要求訓員 能夠在水上漂浮20分鐘 水上漂浮20分鐘 是浮潛的意思嗎 是叫水母漂嗎 不是 它有一個漂浮的技巧 也就是說未來如果說 在海上執行任務 一旦 發生什麼狀況 發生一個狀況 在海上 它還有一個最基本的 救生的技能 了解 當然最後一個主軸就是 損管 就是我們講的救火堵漏 救火堵漏 對 損管 就是救火 因為在船上 火跟水 是對艦船最大的兩個威脅 有沒有那種 完全不會游泳的人 然後來加入海軍 到後來變得非常厲害 像我們志願役的話 是有六十八個小時的游泳課程 是 義務役就是軍事訓練役 他們有四十個小時的游泳課程 對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這些同學 義男 他們在接受完訓練之後 都可以達到我們要求的一個標準 一定可以衝步 會道很強 真的 很多人是衝步 十八九十 真的 指揮官就交給你決定了 你最大 好 那我們就來體驗一下囉 現在讓我們歡迎本單元 最帥氣的新任主持人 曾班長 我是今天剛剛報到的 二兵為配 我今天是煮肉的幫手 是 強而有力 確定 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最近有這天 肌肉線條 來 剛才還算 廁所在那邊 可以 班長可以嗎 可以 這樣子的裝扮跟它的體格 它的裝扮已經合格了 那體格部分 等一下讓我們試看看就知道了 試看看就知道了 是 那我沒有 我有什麼工具可以用嗎 來 在這邊 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就這片木板 就這塊板子 對 這塊就是我們的肚肉板 待會就讓你一個人來試看看 肚肉 如何把水滷住 這個好重耶 我拿出這個問題了 好 沒有 我會努力 肚肉的話呢 我們原則上來說 在海豬的肚肉 就是要讓我們的進水量 就是肚肉的排水量 因為它是一個合格的肚肉 它才不會沉下去 對 所以我們在肚肉的同時 還會進行排水的作用 但是既然有肚肉的話 就表示有水 水從來來 在這邊 走 這一管 對 這一管 不要小看它 它的水力很強 這一管 它出來的水數是噴射 來 往前 噴遠 它以水數算往前噴射 至少兩米 兩米很遠耶 開始 鼠肉開始 開始 鼠肉 鼠肉 這個鼠那麼強 等一下 鼠妹 等什麼 拔一下 不是 掌巴 這個水量是對的嗎 我還沒有開到最大 你可以再讓它睡高一點嗎 最小了 不要猶豫 快點上 開始 鼠肉 鼠肉 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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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快 鼠肉結束 鼠肉 鼠肉結束 鼠肉 好 鼠肉結束 好 感覺怎麼樣 那個水都很大耶 那個水是太大了啦 而且根本來不及滿硬的 對啊 沒有錯 會突然耶 而且你感覺就是 就是弄了一個磨毯在那邊飛 而且說的是我原本以為 我第一下有吐豬 後來才發現 它的那個水豬的衝力真的太大 會一直往旁邊射出來對不對 沒錯 它會一直往四面放飛射 所以通常這個 第一下鼠肉的動作 應該不只一個人應該做不來對不對 沒有辦法一個人完成 至少要兩位怎麼還手 還是我還在那邊去 那你今天就在整我對不對 你在整他對不對 是 我說教官 李馬幫幫忙幫忙 賭露這麼專業的課程 竟然讓一配一個人上戰場 我覺得我們還是先好好看一下 專業賭露團隊的標準動作 好讓特派員 待會加入團隊操作時 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 賭露班 DOS 太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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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小心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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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班長 可以請教一指 我們的二兵 二兵 吳宜霈呢 二兵在這 為什麼我就放北邊 不要下來 你 根本 他一直摸 他一直摸 他摸 感覺非常慌張 對 感覺非常慌張 我覺得很酷 果然這件事情就是要團隊合作 團隊合作 絕對要 而且我覺得他們是完完全全 就是已經不到訓練幾百區 才有這樣的動作 是 沒有錯 非常迅速的 我剛剛大概算差不多20秒左右 就完成了 對 我們標準的 待我們區區中心的操演程序裡面 標準就是20秒內完成這個動作 剛剛我們二兵一配的動作 還算標準 非常標準 非常標準 謝謝 謝謝 剛剛班長 你是 正在第一位嗎 是不是 有沒有 剛剛第一位是不是有這個 就要被挑選出來 你得到那邊好 沒有 我的肚子就好 什麼 他說 只要能吃就好嗎 這個我覺得還太棒了 到底誰誰會吃 我們兩個都很開心好不好 好 怎麼辦 這一趴刺激了 刺激嗎 我們這一趴要幹嘛 你看你頭刺牙牙 沒錯 我們等一下救火訓練 救火訓練 就是要穿防火衣 聽說超過20公斤 穿在身上 那你要去救火 好熱 好熱 我現在站在這邊 就已經覺得很熱了耶 但是我們國軍精實的訓練 就是從這裡開始 了解 那我們有請我們的教育班長 好 首先先佩戴我們的救火頭巾 從下面這邊直接套上 直接套上去 對 所以只有露出這樣子 只會露出你眼睛的 這個小的一小部分 OK 這個咧 我們的救火衣 所以這一件也是防火嘛 那是跟外面的消防衣是有一樣的嗎 材質是一樣 跟外面消防隊的材質是一樣的 天啊 這件很厚重耶 就1公斤 5公斤 這就5公斤 是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第二部分 防煙的部分 防煙 戴上我們的SCBA 氧氣呼吸面罩 避免火場的濃煙吸霧槍 了解 就是提供我們的氣瓶 提供氧氣 這個是要套在哪裡 背在我們的背上 兩位特派員 光背個氣瓶 你們就跌跌撞撞的 一整套救火衣穿下來 還得了啊 而且據說整套 是要在3分鐘內著裝完成 不知道你們倆會穿成什麼樣子呢 好 預備 開始 你為什麼先拿啦 不是 你怎麼沒有水準耶 到底說不能先拿 等一下嗎 我們這個沒穿過 直接套進去就好了 我跟教官的速度好像差不多 屁啊 真的 你自己看 你看我 你看我 我覺得我們有滑雪的人應該知道 所以這個是 這個要拉嗎 這個要拉嗎 好 要拉起來 蔡昌憲 你出來太快了 等一下 我正在看教官 接下來 教官 你快點 這個好酷 我站住 我真的在拖延時間 你快點 我快點救你 接下來被氧氣鋼筋 先被氧氣鋼筋 先被氧氣鋼筋 還是先這個 先被氧氣鋼筋 先被氧氣鋼筋 等一下我 這個怎麼弄 這個 將氧氣鋼筋往後拉 拉到鋼筋 還有將氧氣鋼筋 太重了 這樣嗎 是 沒錯 好 趕快 再回家 怎麼 我看不到 這樣那個嗎 這樣 要拉回來 頭筋再拉回去 好 來 兩分鐘 兩分鐘 等一下我 兩分鐘 這個要扣出去 飛起氣鋼筋 我沒有辦法幫你 太爽了 這個潮上嗎 再反過來 反過來 上下就倒過來 我的褲子在 對 有 不是 這關在尺寸 你沒有辦法給我 拿兩分半 可以 我們應該可以打標 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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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6 5 4 3 2 4 4 1 我們舊衣的拉鍊跟 脖子也沒有保護好 鞋子旁邊的拉鍊 也要向下拉近 你拉都沒拉 是 你還在 我拉 我就 就完全沒有要注意的 我胃上面有黏起來 所以這步驟用 都是要自己確認完 沒有辦法幫忙嗎 可以 只有手套可以幫忙 那你幫我 只有手 你幫我 溫柔的啊 等一下會很粗魯喔 再小一點 這裡 這裡 我這裡需要調整 教官的嘴角有點失守 好好多人幫 可以 好羨慕喔 教官你也幫我拉你 在旁邊 他比喻我們自己拉啦 教官你看一下我們像這樣子是怎麼樣 對 是不會OK 還是大概給個分數嗎 兩位都是副二根 表示我們還有很多努力攻堅 不好意思 同學 不好意思 來 我們先把頭 先把這個頭下 好 多快先拿起來 你不要想趕到他自己拉 好 快點 快點 好快 這現在很緊張 好 來 班長 你站在我們中間好了 辛苦了 來 中間請 我們剛剛在聊天 已經聊了十分鐘 他就一直這樣子 不好意思 所以你有感覺到熱嗎 會 會 但他還是很淡定 你有想要脫下嗎 還可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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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長他這樣就是最完美的 穿著 標配 包覆住我們所有裸露的皮膚 及頭髮 才不會受窩場的傷害 好 我們來到心情中心 泳池 最專業的泳池 現在練的大概是哪幾招 他們現在是最 挖式的最基本的 路挖的動作 然後我們剛剛在練的那 就是路挖 就是路上的挖式 這樣的訓練 一定要踢多久 會不會踢腿 從早上練到下午的話 可以踢到兩百次以上 沒有一次 我會踢腿的 那個皮身真的還累 你不能來這邊光說不練 這身為一個主持人 這樣真的看 沒有畫面說不過去 好 來 一樣 但我 我上都沒一樣 你要丟臉 菜上線 好 一樣 一 來 抱胸 對 二 往前插 好 三 收腿 來 四個收 注意喔 往前 你的腳要往外蹲 四 蹲 要蹲 你看上線的動作 沒有協調 來 連續動作 一 二 三 四 好 市船長 是 覺得上線剛做得怎麼樣 他的動作可以了 可以了 是 這樣就可以下水了 一 對 明明就可以下水了 在這邊空油 不是 這是 這是要循序漸進的 對 這是一定要的 一樣分解動作 一 一的時候 迅速縮腿就好了 腳就往下壓 很老 長線一看就知道有底子 有 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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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訓中心的訓練 可說是一點都不馬虎 難怪特派員被踢到後 會當場倒地 宜佩 你得注意一下安全啊 而講到安全 昌線接下來要體驗的 可說是大家比較罕見的 自救訓練喔 我們的主持人昌線已經在 水下了 還好嗎 賀賓拆艙線不知道 但是我們穿這樣 是有一個特別想要練的 就是我們要自救 在水上自救 所以是穿我們這樣的 就練服就行對不對 OK 我們這個孩子 因為不透氣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 製作一個服務具 讓你可以漂浮在水面上面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你就戴三層 就是先 就是不會有的 戴在水面這樣子 需要的時候 就是需要的時候 就一個一個這樣拆下來 然後拆到紅色的時候 他們就一口氣跳下來這樣 我告訴你 我一定不會拆到最後一頂的 好 來 好的 就是第一層現在的 現在紅色的 然後中間一點 對 對 我就住海賓 然後擁抱這件事 然後第二層 然後 綠燈的一個概念 你真的不行 你就真的要拆泳帽 好不好 我不會承搶的 你只要拔掉一頂 他就跳一個人下來 拔掉兩頂 拔掉三頂就全部下來 弟兄們你們準備好了沒 好 謝謝 對 不要講話 接著下來 我們是不是會看到很厲害的畫面 就是水下製救人 因為假設說 我們出海去玩 不幸如果發生船難 它在海邊 我們沒有辦法提示回來 我們必須要製造一些時間 讓我們可以有求救 又等外面的人來救我們 就是正常在海上求生的時間 是 我們有穿衣服的話 跟褲子都可以拿來做製作 好 我先教你衣服怎麼做 好 就領子一樣立起來 所有手的釦子 我們都會把它釦起來 釦完之後下面衣服的部分 最後兩顆釦子把它打開 打開 對 打開 打一個小節 對 好 那好的話 接下來我們打開第二個釦子 打開第二個釦子 對 第二個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在裡面做吹氣 按上我們會先吸一口氣 然後之後往下 在水裡面吹氣 把吹氣吹爆 我們的衣服後放 它就會鼓起一個很大的一個 好 下去 吹氣 吹氣 在哪裡吹氣 它在哪裡吹的 有,在吹裡面吹 就是第二個 第二桶子吹進去 好 來,一、二、三 換窗線 有了 有耶 有耶 有,有浮起來 它又吹下去了 好 好 那下面看不到 我還下面 下去的時候 還先在找洞沒有吹 所以我就往裡面吐了 對不對 吹氣 對,吹氣 直接在岸上我們會吸飽 然後下去就吐 沒氣的時候就趕快上來 好 就吸一口氣就繼續下去 再繼續吐 對 那如果已經飽了 我們就可以站就是不要洞了 就抓緊不要洞了 就變成是一個 複具 複具 一、二、三 好,要抓緊 抓緊,不用放 那我要褲的地方很多 對,就是一手臨子 你看,我就... 我就變這樣 怎麼 這個要抓嗎 沒有,只要抓胸口的那個 扣子的地方就好了 然後... 對,還有領子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沒有很容易 那如果覺得衣服很難的話 我們還有褲子的方法 對 我們學褲子好了 要脫褲子喔 褲子比較好 來,我們先請教官把褲子脫下 他已經一秒把褲子脫掉了 好,那我們脫完褲子之後 把它翻過來正面 然後把拉鍊跟扣子 都把它扣好 扣起來 褲子的話我們有分擔 那個雙管的部分 我們就把褲子的尾巴拉起來 打一個結 兩隻都把它打結 這個方法主要是說 等一下我們要抓空氣 不要讓空氣跑出去 我們應該可以先做前面的動作 可以 可以 好,來了 好,我們這時候就要把褲子抓 放到我們的身體後方了 好,開始了喔 對,就把褲頭就是打開 撐開一點的 好,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會 由後往前抓空氣 然後下壓到水裡面 就扶兩顆起來了 對,但我裡面現在有水啊 二兵參加先為了一個很可愛的問題 他說 不是,我褲子裡面有水啊 你就是掉到水裡過來 你褲子裡面有水 你就是掉到水裡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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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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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們就要往前下 所以我要跳起來對不對 可以...可以跳 3、2、1,加油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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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撈水嗎 不是 不是,不是 我不是想撈起魚喔 你不是這麼這樣子撈嗎 對啊,要往水裡面下壓 對,這樣要撈水裡面 不是,我現在有點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好,再給你一次機會 我往下壓嘛 對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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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反而有時候 因為平常如果真的踩不到的話 用這樣 往下抓這種感覺 對 天啊,一天下來的幾項基礎訓練 我們的特派員 就顯得手忙腳亂 氣喘吁吁 可見海軍學員們的訓練 是多麼的精湛確實 我說兩位特派員 今晚你們倆就好好休息 明天我們有更新奇的任務 要交付給你們 那就是上張籤軍艦囉 現在我們正在這個艘軍艦上 它是張籤艦 代號是1109 那跟我們介紹一下 張籤艦 這艘基本的任務是什麼 張籤軍艦是成功級巡防艦 它是由美軍派理級艦的藍圖 由我們國人製造的 那它平常執行的任務是 征巡、護航 還有執行各類型的作戰任務 在平時的話 就巡弋海漿 我是很好奇 因為我平常看到 類似像這樣子的顏色 我就覺得是軍艦 但是好像是聽說 軍艦也有分不同的等級 對不對 我們的巡防艦 目前在台灣共有三型 第一型就是我們成功級巡防艦 成功級巡防艦 是 它有優異的防空能力跟機動性 再來就是康定級巡防艦 藉由它艦體的逆中設計的外觀 讓敵人的雷達不易 掌握到它的心中 所以康定級是 我們大家聽到的是拉法葉 是 再來就是濟洋級艦 也就是我們說的 諾克斯級巡防艦 它有優異的 反潛徵收的能力 我其實滿好奇 就是這個軍艦 大概開起來的 就是傳速會是怎麼樣 我們成功級設計 可以跑到29節 29節的概念的話 29節 29節 換算成公里數 大概不到60公里 現在世界各國的軍艦的話 它的最高的數率平均 大概都在30節的上下 所以就是23、36 所以我們成功級 就兩位主持人看到的話 其實我們有4100噸的重量 4100噸 是的 它藉由兩部的燃氣渦輪機做推力 它可以跑到29節 機動性而言它是非常地優異 對 它那麼重 跑60已經超級無理快 對 因為我們車那麼小台 對不對 話不多說其實我滿想要 進去裡面看看的 要好好的參觀 接下來這一趴真的太令人興奮了 為什麼 因為當過兵的都會很興奮 因為你那種射擊發射有關的 就會特別有感 而且很震撼 那接下來這一趴是跟魚雷有關 天啊 就在這裡 但是我們是沒有辦法太了解 這一顆這麼大 它的能力有多強 還是交給專業的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是測試魚雷空爆 如果裡面正常有魚雷的話 我們會用後面的高壓氣骨 將魚雷推出管外 那魚雷下水後呢 就會進行搜尋目標 還是我們先看 教官你們執行一次 射手就位 射手就位 預備 預備 3 2 1 預備 預備 對不起 我太大聲 放 魚雷空爆正是正常 好 不是被他嚇到變嚇到 我太失禮了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以為三兩腰 然後他會等一下 他就突然就出去了 三兩腰就放 所以如果裡面是有魚雷在裡面的話 他就已經出去 然後要追敵人了 是 而且他七腰要夠 才可以巴射出去嘛 對 好大聲喔 那 是不是還有需要被控爆的 什麼叫做是不是 還有需要被 我是用疑問句啊 所以想說是不是有機會 讓我們試試看 對 可以的 可以的 有一次 我們可以讓你們抱一次 射手就位 射手就位 你們準備好 你們準備好 準備好 3 2 1 你們準備好 抱 抱 魚雷空爆正常 好 而且重點是你在旁邊 如果你真的是在執行那個 抱的那個人的話 你會覺得有這種非常帥氣的感覺 好 我們前後組先就位 前後先就位 取下安全帶 取下安全帶 中間就位 那我們行走的過程中呢 要互助自己的手 不要放棄 以小碎步的前進方式 注意腳下的路車 我手要三就起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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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好 頭進管 頭進管 好 進去你就要先 頭放 慢慢來 慢慢來 第二組放 慢慢的 三組也放 好 慢一點 1 2 3 1 2 2 2 好 真的太專業了 對 而且感覺非常非常地重 對 我覺得除了要體力之外 而且你看 作戰是很緊急 對 一定要非常地精準快速 所以在平常的演練 一定要非常地扎實 是 要辦法在這樣的執行過程 做得非常好 是 所以頭去剛剛就是這個 是 要套在 我們可以稍微感受我們空的 空的 好 一人一邊 是 是套在這個對不對 對 我看他們還有抓著領域 他們有這樣子 然後這邊這樣抓著領域 然後另外只要護著 對 以防他脫落 會害到隊友 可是我有問題 就是說 像教官 你也 平常你也是必須要演練這個嗎 是 我們上下雨類的時候 我們都會參與在裡面 女生也是 也需要 對 我們會站在中間的位置 中間的是 相對前後會比較沒有那麼吃力的角色 好 你可以介紹一下你的工作是什麼 好 跟你們兩位主持人介紹一下 我的職位的部分 負責的是駕駛台 直跟關的部分 因為基本上駕駛台不只會作為一個人 會有舵手 然後左右瞭望 再加上附直跟關 還有戰騎士也有直跟關 他會用雷達其實各項的那種裝備去 掌握一下我們的船位及海上的動態 請問一下你站著 那這位作者 他的工作跟你的差別是 他跟你什麼配合 他是屬於舵手的部分 舵手的話 他會長舵 然後我會下舵令 或者是會航向給他 右舵速度 右舵速度 右舵速度到 海頂動兩動 海頂動四動 怎麼走 海頂動六動 正舵 海中動六進 海頂動六進 海頂動擺動 海頂動擺動 海頂動擺動达 櫃左官 配搭 好 轉向大約30度 建議各部位 稍對螺筋以及多少直氣 好 各部位叫做螺筋 多少直氣 各部位準備 稍對螺筋多少直氣 預備 動 什麼 保持彎電螺筋 動拐動 持彎筋動拐五 兩者相差五度 墮腳震動 好 持彎彎動拐動 持彎彎動拐動 好 大概是這個部分 很帥 好 左座15度 左座15度 OK 好 要喊到 到 好 拉兩短 拉兩短 好帥 好帥 聲音好迷人 對啊 我把我的喇叭改成這個聲音 真的 真的 我把汽車喇叭改成這個聲音 所以這個 它這樣操作的模式 就差不多平常 對 差不多平常進出港的模式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點不可思議 我必須老實說 怎麼說 因為我完完全全不知道 原來我坐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靠著這個小小的這個鈕 一個旋鈕 一個旋鈕 我是可以讓整艘 四千多噸的 張牽艦航行 對 就是這樣 肯定 就是這樣 好帥 我覺得好帥 那我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大家在海上航行 可是 雖然你是海軍 可是海軍也是人 沒錯 會不會暈船 這個部分的話就請我們最會 可是我是問你本人 我是 你本人會暈船嗎 我本人 不會 你不會暈船 現在不會了是不是 以前還 其實會 尤其是以前在 飛彈快艇的時候 其實會很晃 像這種船的話 健行大 它一樣算很晃 可是它的頻率是不會這樣子 很晃 但是聽說在這裡面 有人很會暈 聽說再穩定 它也是突翻 對 我們有請這位 最美麗 最可愛的同學 你來這裡 來 現在是不是還是在暈 對 一定 暈的程度 一開始跟現在有 應該有改善很多了 有改善很多了 因為我上來其實一年 快一年了 從一開始的 每一根 都一定要拿一個偶出袋 還要上來 所以你站在你執勤的位置 是你要拿走偶出袋 對 所以你已經狀況很不好 還是要再執勤任務 沒錯 那你的工作是什麼 在這裡 我在駕駛台的話 我是擔任電話手 第一部分是因為我家 也有擔任海軍包隊 第二部分做好 是因為我覺得 海軍一本多 好 這就是你們女生 可能特別喜愛的部分 這我覺得很實際 對 很實際 如果三個軍種給我選的話 他海軍衣服又帥 有二十一套對不對 二十幾套 二十幾套 我們真的好多衣服 所以你就是這麼的 一開始就想法很天真 豪雜好天真 就看到海軍衣服 一擺出來 還有二十幾套 好漂亮 好帥啊 每天以為燕尾服就需要來 沒想到上船出的應該是十 對 好 現在 你還是 就算即使是這樣 還是很希望 一直在海軍衣服 對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天才是可以哭 到現在其實我已經變成 我還是會暈 但是我沒有到哭的場面 了解 以前曾聽說 海軍出身的健兒都不服輸 經過這兩天一夜的體驗 我們終於能理解 當他們今年累月 面對千變萬化的海上風浪 只能選擇勇往直前 勇敢駕馭 這或許是所有海上健兒們的宿命 但也是在這樣的堅持下 才能展現出如此 與眾不同的傲氣身影 在此向所有不畏艱苦 護衛海疆的海軍弟兄姊妹們 至上最高警役 欸 教官 該揭曉答案了吧 所以毛鏈精神 同舟共濟 究竟該怎麼說呢 很簡單喔 毛鏈精神就是 anchor chain spirit 而同舟共濟就是 everyone is in the same boat That's what I was thinking 跟我想的差不多喔 Alright 節目進行到這 Let's take a break 聽聽幾首好歌 看看心情留言喔